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10月2号礼拜四的中视五间新闻 头条讯息来关心 这加油站里枪声大作真的把路人都给吓坏了 台南市行大追查窃车集团 结果在健康路一处加油站 趁着嫌犯停车加油 六名干员立刻上前围捕 没有想到这个嫌犯开车冲撞了警车 远警立刻朝嫌犯驾车呢连轰了八枪 随后趁机开车逃逸 后来呢还因为爆胎被沿街搜寻的远警当场逮到 二十岁嫌犯开着偷来的BMW轿车来加油 两辆警车前后包抄 六名远警一拥而上 贺令嫌犯下车 一名远警伸手进车呢要拔车钥匙 这次嫌犯突然到车冲撞警车 再往前冲 加油站里突然枪声大作 把路人都吓坏 六名远警三十秒内连开八枪 BMW轿车左前轮和后轮中了三枪 嫌犯开车逃逸 一路狂飙一公里 警方一度以为追丢了 最后嫌犯因为爆胎煤气 在路口下车打电话 被警方堵到 我们在到犯贤他的租屋处去搜索 也发现毒品通缉犯 从租屋处的六楼 以租租人的方式要偷逃 爬到这个二楼的时候 经过我们远警的贺续 才束手就擒 两名偷吃贼束手就擒 原以为能逃过罚网 但终究赌不掉 年纪轻轻都逞了接下球 记者任一轩 王少宇台南报道